阿波罗新闻网独立 感言 新颖 望眼看世界 展望新中华 种种迹象显示 习近平已满不在乎 举例 华为刚退出新笔电 布林肯打脸习近平王毅 异象 广东京线红色闪电 龙卷风冰雹 强雷电暴雨奇袭 伤亡39人 人人皆已嗅到太平洋战争气味 布林肯的最后通牒 今天是4月27号 星期六 亚洲时间星期天 我们已经开始恢复副频道的周末更新 突发新闻也会发布到副频道 一些观众询问如何找到阿波罗网副频道 您在我们的频道首页向下拉 有副频道的图标 点击就可以进入副频道 在每个视频描述下 也有副频道订阅链接 需要大家帮助增加1000个新订阅者 以便符合重新申请盈利条件 请大家多多支持 您的点赞转发和留言会增强这个视频的传播 下面请看详细内容 种种迹象显示 习近平已满不在乎 周五26日 美国国务卿布林肯在北京 就中共支持俄军亲屋 亲自对习近平最后通牒 会后记者会表示 中共不停止 美国就制裁 布林肯刚离北京 就传来中俄已为普京五月的北京之行 做好准备的消息 世界两大经济体 美国和中共的关系 近期虽然紧张 但趋于稳定 在导致双方关系恶化的许多议题中 中共支持俄军打乌克兰是其中最新的一项 然而 美国方面得到新证据显示 中共供应俄罗斯的所谓军民两用物品 正在乌克兰发挥重大作用 值得注意的是 俄国货轮安加拉号自二月以来一直停靠在中国浙江省的私人船厂 这艘货轮自去年八月以来 已多次将装有朝鲜弹药的货柜运至俄国港口 在面对美国及其盟友关于俄国货轮安加拉号违反联合国安理会决议的指控时 中共驻美大使馆表示不知情 并重申中国反对未经国际法和联合国安全理事会授权的单边制裁和长臂管辖 此外 中共外交部也称没有相关信息 同时 中俄两国在军事领域的合作继续加深 布林肯见习近平的前一天 25日 中共国防部长董军与俄罗斯国防部长邵伊古 在上海合作组织成员国防长会议期间进行了首次会谈 强调两军的互动对全球战略稳定至关重要 此外 就在布林肯离开北京后 俄罗斯对乌克兰进行了大规模的飞弹攻击 乌克兰军方说 莫斯科发射了34枚飞弹 有21枚遭击落 俄军自3月22日以来提高对乌克兰电力部门的攻击力度 乌克兰能源部长加鲁申科表示 乌克兰已失去约80%火力发电能力和约35%水力发电能力 27日 在等待美国新武器运抵之际的乌克兰警告 俄罗斯加强攻击铁路 企图在新一波攻势前切断军事攻击 乌克兰担忧俄罗斯寻求在具象征意义的 5月9日二战胜利日前夕占尽战场优势 总的来说 中俄之间的合作似乎在面对国际压力时愈发紧密 而乌克兰战场的情况也正在迅速发展 阿波罗网评论员王篤然表示 白宫和五角大楼对乌克兰的军援一直畏首畏尾 一直不敢给乌克兰要求的攻击性武器 包括F-16都拖了很久 造成了如今的被动局面 拜登在普京开战前说 如果是有限度入侵 俄国就不会受制裁 这都是给普京的错误信号起了变相鼓励的作用 迄今为止 对习近平也一样 美国制裁的力度不足以让习近平恐惧 举例 华为刚推出新笔电 布林肯打脸习近平王毅 布林肯会见习近平 中共指控美国对中国的经贸科技打压层出不穷 阻止中国科技进步 布林肯今天接受美国全国公共电台主持人 殷史基普访问实则强调 美国对提供先进运算芯片给中国实施出口管制 目的不是为了恶阻中国经济或科技发展 他表示 我看到华为刚推出一款新笔电 号称具有人工智能功能 采用英特尔芯片 我觉得这表明了我们聚焦的只有会威胁到我们安全的最敏感技术 我们的重点不是切断贸易或是限制或恶阻中国 本周早些时候 两名共和党籍国会议员批评拜登政府让英特尔获得豁免 异象 广东京县红色闪电 龙卷风冰雹 强雷电暴雨骑袭 伤亡39人 阿波罗网赋影报道 4月27日 广州受强对流天气影响 出现两个龙卷风 首个龙卷风发生于广州白云机场附近 广东省气象局初步判定数三级强龙卷风 第二个龙卷风则发生于增城区附近 广州在短短不到12小时内经历了两次雷暴雨 27日下午 增城区冰雹加龙卷风 28日市区长达两小时雷电暴雨 据广州日报新花城消息 4月27日15时左右 广州市白云区中落潭镇出现强龙卷 龙卷是想距离约一公里 极端天气影响中落潭镇光明 城洞 金盆 梁田四个村 本次灾害已造成五人离世 33人受伤 伤者已第一时间送医院救治 141家厂房受损 有网友在X平台上传了一段红色闪电的视频 网友雅库少女表示 今夜广州的雷算是我遇到的最牛的了 今夜广州人民估计下行很多很多 有网友问 车被冰雹砸坏了 保险赔不赔 网友陪你去流浪 不知道谁在杜劫 汕头现在也是 那天跟酒吧一样 一直闪海打雷 在此 阿波罗网提醒大家 若于户外遇上龙卷风 应保持镇定 观察龙卷风的动态 远离其移动路线 并尽快到坚固的石头建筑物内暂避 若位于室内 依应远离门窗和建筑物的外围墙壁 人人皆已嗅到太平洋战争气味 布林肯的最后通牒 布林肯对中国的年度访问终于结束 笔名北燕的中国政治学者 在《美国之音》撰文分析说 人们只要认真观察 他从上海到北京三天的全程交流 就不难感受各种诡异气氛 文章说 早在布林肯四月底 踏上中国土地前夕 几乎所有人都意识到 他将带来美国的最后通牒 这恐怕是过去几十年 美中外交互动中紧见的 似乎中国人民和知识分子 终于集体清醒过来 仿佛闻到了新太平洋战争爆发前的气息 陷入到一种国家焦虑中 1940年9月27日 德一日轴心同盟成立 到1941年6月 德国突然入侵 内心依附轴心国的苏联 促成了英美同盟 其历史性标志 是1941年8月中的美英首脑会谈 和随后公布的大西洋宪章 这一形式上 有关战后秩序规划的政治声明 标志着世界两大阵营的形成 也启动了全球反法西斯动员 尽管那时 美国还未正式对任何国家宣战 如今 美澳日非同盟已经形成 奥库斯联盟扩大到日本 而中共不仅面临北方联盟 和南京战略的双重失败 其最后一根稻草 中欧之间的经贸合作和战略牵制 还因中俄 经济合作关系和新制生产力战略 而面临双重破裂的危险 在这种背景下 中共面对布林肯的最后通牒 似乎并无应对之法 因为 布林肯给中共的最大冲击 在于他登门警告 是更为具体的美国外交红线 意味着可操作 可评估 可协商的外交威慑 更糟糕的 习近平似乎意识不到红线的交换可能 只是一味以红线的名义扩张 蛮干 才由于美国红线冲撞时刻的国家焦虑 不亚于旧日本帝国 在1941年底的绝望感 作者分析 中美并不会立即引发第二次太平洋战争 爆发一场经济战争的现实危险 反倒更高一些 中共此刻的国家焦虑 终究还是 类乎旧日本帝国开战前的国体问题 阿波罗网评论员王篤然表示 国体问题指的是国家的根本性质和治理结构 今日副频道的内容是 举世瞩目的大事 普京出去活动时证实 布林肯未取得任何突破 美中关系走向稳步恶化 中共恼羞成怒大动干戈 遭批太无知 热帖八年过去了 我们真要感谢人民日报 请点击右上角观看 感谢阿波罗网会员的赞助和大家的支持 请您订阅 点赞 转发和留言 我们也在干净世界平台开了频道 欢迎您在干净世界订阅我们 链接在视频的描述中 连你方也在干净世界订阅我们 云镇的转发和留言 您感谢您的病毒